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拍了四个护法 来 你觉得四个护法救得了他吗 对 昨天开始会没有你们的事情 各位请坐吧 今天坐下...绑起来 这四个人救不了周杰伦的 因为周杰伦说实在的 也逃了我们节目两年了吧 真的耶 在躲什么 你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喔 不要人家上门了 你就讲这种话吧 对...就是其实一直很想上柜节目 但是... 少来 你一直在躲 发不到 有吗 没有吧 我跟S各指一词就是呢 我们收到内部的说法说 周杰伦自己要来康熙的 可是徐希弟不相信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 你有资源来上康熙吗 真的... 真的 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来 真的 可是我们会问 很可怕的问题耶 没有 有其他机会挡的 他们没有用的啦 我跟你讲 我今天救不了你的 所以讲真的 你自己报名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没有想说万一我们问一些 你不想答的题目 因为我其实很单纯 就是想要来秀魔术而已 魔术是最后上字幕的时候 你会在字幕后面表演一些 对 前面还有六十个东西要聊天耶 可以啊...我觉得... 好 你先跟我们讲 什么东西你真的会不想聊 不会啊 你千万不要回答这一题 因为他就会问哪个 会...蛮好聊的 真的好 都可以聊 好 学弟 问第一题 你知道我现在有新加入一个好朋友 是我的姐妹涛耶 你怎么可以问这一题呢 什么意思... 这太没有礼貌了啦 会吗 好 你问 我最近跟一个人变成 很好很好的姐妹头 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些 好 林志玲... 真的喔 他有来参加我姐的那个生日派对 那这个人跟我有关吗 有 你猜猜看嘛 猜猜看嘛 我猜猜看 我吗 你不要比他讲那三个字啊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比他讲那三个字 没有 就是精彩啊 我想观众也想听吧 可是我请问一下 那个人变成你们的姐妹头之后 他有跟你聊周杰伦的事吗 因为像我们主持人 要跟别的艺人做朋友的难处就在 我真的只是想要跟他聊天 可是我很怕他会觉得 我是在套八卦 所以我都一直憋住不问 直到我们真的是很熟很熟之后 OK 然后他才就是很自然 就是有一种 拜登未顺便提到的感觉 所以是的 我们有聊过他 然后有讲出什么 让你很惊讶的周杰伦的 談戀愛的时候的习性吗 有 真的啊 不是... 可是都是正面的 都是正面的这样 那我们跳过那三个字嘛 我们不要讲那个人的名字 妳现在有没有发现 四大互法一点都没有 妳們要救他吗 妳們不是要救他吗 她不要听... 她不要听谈戀爱的时候 首先呢 她最被称赞的一点就是 她完全没有巨星架势 然后她非常喜欢追求 我这样讲 会不会得罪我的好姐妹啊 她非常喜欢追求 正面的事没有关系啊 非常喜欢追求就是 这一点没聊到 追求就是你知道 深入到人群当中 然后吃那个民众... 平民化的小吃 妳不是也是这样吗 没有 可是她会... 这有什么好讲 这哪需要她讲啊 可是会骑着摩托车载她是不是 好啦 妳可以普遍的回答 就是说 约会的时候会骑着摩托车 载女方去吃小吃吗 曾经有过啊 不会介意被群众认出来 因为有安全帽 不是 你要不要先讲这个人是谁 你要听我怕你脸会僵掉 算了... 先... 好 这个... 一开始这个话题有点... 太震撼了 我有点难... 我有点难接 我们先变一下一个特别东西 我们就是变好看模式 你这样变不出一个 好 我们俩想搞的电影好了 好啦 看一下 那个周杰伦没有来康斯来的 这段时间呢 他完成了很多厉害的东西 是 我们有观赏他主演的 包括满前进代黄金甲 他导的不能说的秘密 对 还有那个灌篮高手 工夫灌 工夫灌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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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投文字滴 对 投文字滴 这几个电影当中 有哪一个电影的造型 是你觉得比较自己也有疑惑的吗 大家对于歌手去演电影 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比如说像黄金甲 是 黄金甲其实一个很严肃 那种战场上面戴盔甲 既然旁边有朋友在笑 怎么回事 因为跟你太熟了 满前进代黄金甲 周董第一次出现到画面上的时候 没有效的请举手 有效的请鼓掌 所以你知道 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 因为你歌手的形象太鲜明了 对...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我是一个新人出道的话 就开始演电影 大家都不会有这种先入为主 一个新人出道怎么会让你 演满前进代黄金甲的男主角 也对 好 那如果一定要推荐你的好朋友 这几部电影 你觉得最让你骄傲的是哪一部 你一定要推荐 先推荐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里面比较多我的朋友参与 我觉得不能说的秘密 导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棒 很好看 整个故事结构 或者是拍的方法都照顾得很周到 流畅精彩 没有冷场 对 可是我们要讨论的是 满前进代黄金甲 对 所以满前进代黄金甲 或是排在第几部要推荐给观众的 第二部 这么得意 对啊 因为 张艺谋的导演 跟周润发演戏的时候 在满前进代黄金甲里面 演父子 有让你害怕吗 有啊 他有那种威严在啊 就是 他不用是父王 他走在路上 大家都对他毕恭立敬 所以跟他们那些 就是在戏剧界的 超级巨星对戏的时候 你心里有非常紧张吗 当然啊 会有紧张到脸会抽的程度吗 会...因为我很...我很轻 就是你是不轻易让别人看出 你在紧张是不是 对 我会让他觉得说我在紧张 不然 这样很难接得下去 请问你现在有在紧张吗 不会啊 我在等这个 不要等这个 最后才会让你表演 现在心情有整个放松了吗 我变完就会很放松了 变完就什么都可以聊是不是 对 可是魔术是不是长大一小时 我魔术其实很长 但是我想说分段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脑中记很多东西 都关于魔术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会分心 所以你要把它用掉 你脑子才会空出来 对 我先用掉一个 先放松一下 好 先让你变一个 我先变一个 为什么有来宾就要逼我们看魔术 而且... 而且我人生中最怕看我就是魔术 还有听冷笑话 好 那我先问你 你看过最屌的魔术是魔术 你有看过那个吗 那个大胃在街头的那个 有 我有看过那个 那个很不错啊 对...很不错... 他可以猜中你心里在想过 他可以把线从掌心穿过 很厉害 是你自己问问 还有一个... 那个大胃他可以在你的面前 然后浮起来 对 那个也蛮厉害的 我可以... 你可以在我面前浮起来 我可以在那边 躺下来 好 来 好 开始喔 哎哟 不错喔 哎哟 不错喔 好 来 那脑容量有空出来了吗 可以开始喔 好 开始 要好看呢 拜托 好 这个超屌的 好 好不好 请 魔术师自己要带自己的牌 所以这个肖像 有点像 好不好 我们的康永哥 康永哥 这什么东西啊 上面 上面有一个乌鸦有沒有 好 你是抄袭他的造型吗 对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他 这些对 我可以站起来吗 好 进去 好 这很恐怖喔 这这呢 听起来好不恐怖喔 这很恐怖喔 麻烦呢 里面有牌 好不好 正常的 好 我现在选一张牌 我们看看徐姬弟选了哪一张牌呢 选一张 周杰人不可以看 其他人可以看 好 已经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吗 好 看到了 放下来 插进去 好 现在徐姬弟把这张牌插到了 你自己选的位置喔 对 有特写喔 很好 很可怕的喔 来 很可怕 这个牌 牌盒是空的 检查一下 是空的 我刚刚看过 是空的 OK 空的 有点恐怖的是 我把牌呢 踩到盒子里去 这边有一个好不好 看我哥的乌鸦跟我的肖像 所以呢 你把它压住这中间 心里想要那个牌 放松 要很特写喔 慢慢放松 慢慢放松 它就会浮上来了 可惜刚刚才导播 没有抓到那些精彩的一刻 没有啦 是正确的 是这样吗 是这张耶 好 可以喔 好不起 是这张耶 真的是这张 而且 可是这个魔术算新吗 不行 这蛮多人变的 对啊 而且还可以检查你知道 里面没有机关对不对 还没有机关 你可以检查一下 其实重点就是还可以检查 你也演得蛮像的嘛 这魔术你不是看过好几百 真的假的 有人在我们节目表演过呢 就觉得在表演喝开雪 你也应该仔细看 真的是要早讲的 有更厉害的吗 有更厉害的 等一下...让我弥补一下 再变一个... 拜托 厉害的好不好 好不好 我真的使出全力一下 不要厉害就重点是新招 新招... 因为刚刚那个有看过好多年 他是天王 他才有控练新招 等一下喔 那刚刚那个先结束 所以你们四个要检线 看他变这些魔术喔 所以我们跟着他一直都很无聊 好辛酸喔 刚刚那个魔术是不是算蛮旧的 旧 很旧 也很旧啦 我看过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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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